国家漫画博物馆落脚台中 园区内部分建筑 由原型务所观社群修复改建而成 工程还在进行中 园区内就有一处亮点先曝光 一辆老旧机车被老榕树树根包覆 一车一树人为一体宛如树翅车 另一头还有另一个榕树 树根同样将单车给包紧紧 我觉得很特别啊 感觉有历史在那一台车发车上面 就是觉得这颗树还蛮强大的吧 有办法包覆这个角色 其实看起来就是蛮 这颗树蛮有历史 蛮老的 博曼馆筹备处表示 老旧的自行车以及机车 是行务所观社群之前 住户所遗留下来的 放置多年后 自然形成树包车的特殊景象 在会看时 相关单位一致认为 这样的场景值得保留 因此并未将车辆与榕树分开 榕树它是有汽根的 所以它就会去一直 不断地扩展跟招 就是去包覆了这个机车跟这个脚踏车 然后形成了一个 很像树怪的一个场景 那真的很有漫画感 然后我们也很期待说 其实这个记忆把它保存下来 然后让更多 未来来到国漫馆的人可以参观 国漫馆于今年4月拍板定案 落脚台中原刑务所观社群 于12月底先开放展览活动 园区内的小小亮点 也增加民众参观的趣味性 飞圈网紧